马祖镇殿的匾额 海天灵矿 海天灵矿匾额 立于马祖镇殿 面对马祖神龛的左侧上方 捐献者是 明浙水师提督王德禄 王德禄于嘉庆年间 平定海寇菜千 道光年间 平定张炳之乱及省之叛乱 攻击卓越 封太死太保 当他率领船队 往返台湾海峡时 在大海中吐遇台风 王德禄祈祷 恳请妈祖护佑 因此得以顺风而行 平安抵达 王德禄在行船及平乱过程中 屡屡感觉半岗天后宫妈祖 显盛庇佑 除捐款驻朝天宫重修 并于道光十七年 西元一八三七年 敬献海天灵晃匾额 以谢神恩 同时捐献梵中及法谷 目前仍悬挂于朝天宫正殿内 他的孙子王顺记 于咸丰元年 西元一八五一年十月 重修此扁 均记载在扁额下款